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市文化局的主要负责同志参加开幕式 北京天津美术界知名人士到场祝贺 经中法文化年中方法方混合委员会的认可授权 由天津电视台都市频道主办的这次 法国艺术家的中国情油画水墨作品展览 有幸被列入中法文化年第二阶段的项目中 两位法国的职业画家方索先生郝朗先生的作品 展示了饱满的情感和飞扬的异性 在近200幅的油画水墨作品中 不仅体现了法国多姿多彩的艺术魅力 也让我们看到了某些与中国文化相关联的 跨文化的创作文本 本次活动的成功举办将成为一座艺术交流的桥梁 增进天津人民对法国当代绘画艺术的认识 中法两国之间的文化 在历史上有过非常多的交流的过程 那么在21世纪 这样一个新的文化条件下 双方都应该展开更加深入的 也更加有特色的 有水平的交流 那么这是在天津 能够由天津电视台 都市频道来主办 方鼠和豪朗的两位画家的展览 我觉得这是中法文化年 整个节目单里面的一个亮点 展览将在天津博物馆展出至本月24号 本次活动是天津电视台都市频道 推出的法国风情周系列活动的重要内容 与此同时 都市频道从8月16号到20号 播出《醒在梦中的记忆》 法兰西印象电视专题片 《谈话》内节目沟通 也将制作播出 介绍艺术家创作生活的特别节目 本台报道 由本台都市频道主办的 法国艺术家的中国情 油画水墨作品展 是中法文化年的活动之一 也是由中法文化年委员会 授权在天津举办的唯一项目 从昨天开幕以来 吸引了不少观众 这次展览 共展出了法国职业画家 方索和豪朗的油画水墨作品 近两百幅 而作品中最吸引观众的 自然是法国艺术风格与中国文化 所碰撞出的火花 在法国这样一个遍地艺术家的国度 两位画家的作品不拘泥于任何流派 这恰恰形成了他们作品的真正价值所在 方索先生将自己极好的油画色彩感觉 凝聚为对墨色的感觉 透过作品表达着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情感 其实想通过我的作品向大家展示的呢 就是不同文化当中的相似性 因为我们处于一个追逐区别 追逐差异的时代 在中国文化当中被遮蔽的那一部分 恰恰是法国文化当中有的东西 在法国文化当中被遮蔽的一部分 恰恰是中国文化当中 所以大家认为有的东西 因而能够促进我们之间的这种 深厚的精神的那种交流和友谊 郝朗用作品展示精疲力尽的人体 在这种西方式的悲剧主题中 他的创作呼应了中国的宇宙关怀 也深得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 天津的人民有着非常强烈的好奇心 对许多问题都感兴趣 作为一个法国艺术家 这是非常新奇的一次经验 所以我深深的怀着一种感激之情 在这里能够觉得很幸运很幸福 能够在这里举办一次 跟方索的一次展览 两位画家的展览刚刚开始 就受到了各界人士的关注 他们对此次中国之行都表示收益匪浅 同时也深深感受到了 天津的深厚文化底蕴 和天津人民的热情友谊 本台报道 关注都市发展 关心都市民生 欢迎继续收看都市报道60分 由本台都市频道主办的 法国艺术家的中国情 油画水墨作品展 是中法文化年活动之一 也是由中法文化年委员会 授权在天津举办的唯一项目 在法国艺术家风情作品展中 法国画家方索和豪朗的作品 让我们领略到了 极具浪漫情怀的 法兰西绘画艺术精髓 今天两位艺术家 在本市参观了 具有民间特色的 石家大院和杨柳青画社 今天一大早 两位法国画家方索和豪朗 就来到杨柳青石家大院 在蒋介元的带领下 两位法国艺术家 兴致勃勃地参观了 各个院落和房间 石家大院反映了 清末民初的文化遗存 和当时的民俗民风 是本市甚至是 华北地区典型的 民间建筑宅院 对于具有中国民间建筑风格 和装饰特色的庭院和居室 两位法国艺术家 表现出特别高的兴致 不断地向蒋介元询问 这是什么年代的木雕 那些物品有什么用途等等 还不停地拍下资料照片 留所纪念 一走进杨柳青画社 两位法国画家 就被本市民间艺术家 精湛的绘画记忆所折服 与西方绘画流程不同 本市杨柳青年画 要经过分钩 刻印 绘画 着色几个步骤才能完成 两位法国画家都表示 杨柳青年画不仅色彩鲜艳 线条优美 其中蕴含的浓厚民间生活气息 让人看了之后 非常自然和亲切 法国艺术家方索和豪朗的画展 目前正在本市博物馆举行 一直到24号结束 您要是有兴趣 不妨去领略一番浪漫的西方绘画艺术 本台报道 关注都市发展 关心都市民生 欢迎继续收看都市报道60分 由本台都市频道主办的 法国艺术家的中国情 油画水墨作品展 是中华文化年活动之一 也是由中华文化年委员会 授权在天津举办的唯一项目 在法国艺术家风情作品展中 法国画家方索和豪朗的作品 让我们领略到了极具浪漫情怀的 法兰西绘画艺术精髓 今天两位艺术家与本市画家 以画会友进行了文化交流 今天下午 来自法国的两位艺术家方索和豪朗 与本市著名画家相聚在古文化街 辉豪泼墨以画会友 本市著名画家邓家居 于富谦 袁列州 贾宝民 贺建国 纪振民和龚春虎都兴致昂然的 前来参加了这次比会 虽然东西方在艺术表现形式 和情感表达方式上都存在很大差异 但这丝毫也没有影响 两国艺术家之间的交流 艺术家们辉豪泼墨 在画纸上抒发自己的情怀 着落于画纸上的 不仅有艺术家精心的构思和设计 还有中法两国艺术之间的 交流与碰撞 咱们天津的国画家 跟法国的艺术家一块进行 从实际上绘画上来进行探讨 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也是一个很好的平台 法国画家的画法 与中国画的笔法和构图 有很大的差异 中法两国艺术家 凭借着精湛的绘画记忆 和对艺术的深刻理解 共同创作出一幅 中西合璧的绘画作品 《大宇宙的陈明》 不得不让人惊叹叫好 中西方绘画 它从思维是良思路 但总效还是很好 画得非常非常协调 点线面 配合着它的形式感 按中国话说的 它的开河布局非常妥当 在今天的笔会上 中法两国艺术家 共同创作了十多幅绘画作品 大家表示 希望能有更多的合作机会 交流中法两国的文化 传播中法之间的友谊 本台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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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